今天和Raffy聊天 先說一下大家都很關注的 就是電動車概念 昨晚其實外圍的電動車股炒 Tesla大股的股資源做好 雖然暫時沒有再創新高 但是有些比較小的 可能幾乘幾乘的股份都有的 不過如果你看回香港的電動車股 比亞特公佈了一個季績 其實就好像一般 第三季純利是12億7千萬人民幣 年跌了兩成七以上 仍然升近兩成二 如果總計說今年頭三季 比亞特小賺超過兩成八 怎麼看比亞特近來的股價 一直是偏向 300元流上 現在是300元邊 公佈季之後會不會有回途壓力 正常的 我想都有這個機會 你看現在盤前雖然未對實 但是都跌回2.5% 都穿回300邊 290多 我想最大的情況 一來就是本身 整個十月期比亞特升得很厲害 特別是十月中後段這一轉 曾經上過324 那你變相升這麼高的位置 破頂去等業績出來 就算業績是符合預期 也好 都可能有些借勢過來會吐壓力 更何況本身這次的季績 的確都比原本預期差一點 第三季案例的跌幅 都比預期多一些 去到兩成七樓上 但是其實我想拉長來說 其實又不是太負面 因為我想其實大方向 都是那句沒有變的了 就是你那些炭中和的概念 甚至乎新能源車的扶持支持 年代其實比亞特自己 本身在行業的競爭力這麼強 不斷提到電池等研發的方向 我覺得整個長線的方向沒有變 所以我覺得反而藉著這些季績 有機會下來的 我覺得反而是適合一些 一直以來都想找一位上車 但是未上車的朋友 就逢低去吸 就是看好還是看好 但是一向都不會建議大家降高追 因為始終一來比亞特 本身都說了很多次 就是入場費是貴的 就是你現在十幾萬一手 其實那個變相 我想大部分散戶的彈性不會太高 變相如果你降高追 你沒有了那個彈性 一回好像譬如今日 就算其實2.5%不是回得多 但是如果你拿了一手 其實你已經覺得可能 抖著抖著 反映得到其實彈性不高 你買的位置不好的話 你強行追上去 其實是有風險的 所以我寧願是 每一次等這隻回才買 因為你看都是看長遠 看好長遠的前景 不用說急於過一時 我覺得如果這麼實 當然捕捉到就更加好 譬如過去這個月那陣星浪 但是捕捉不到就沒辦法 你還是等它回才買 所以我想這次的季績 雖然是稍微差一點 但是長線來說 我覺得就不太擔心 是 那Chartroom也有人留言 就是問說 就是怎麼看比亞迪 剛才說了 他就說今天跌了 可不可以買 可不可以給我價位 或者一些 就是怎麼看 哪個位置買入號呢 我想如果第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就回到大概 293、4元這些位置 比現在可能盤前對著再低 就是現在剛剛對著出來 低多可能過零銀子 如果有機會下回293、294 可以先考慮第一柱 但是當然大前提 你要分到起碼都兩至三柱 我想會好一點 這個會第一柱 因為如果分不到 純粹只有一柱的話 你可以買 但是你又預計了 可能暫時都要捱一下 因為剛剛才行完這麼大 的升浪升幅 因為由203上到320多 升了差不多100元 其實是三成有多的升幅 就是三四成的 所以我覺得 你不要覺得 回到那兩三個 就等於立即再上去 而且始終現在業績出賣之後 就算剛才提到好也好 都已經沒有再多一些炒作住 所以我想短期可能會反覆一點 如果真的得著 可以考慮買 但是要預計了可能先捱一下 但是中場線是真的 我覺得要再破三二四樓上 其實機會性更大